在欧洲购物 说句实在话 真不是一个愉快的体验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们一去欧洲 导游就告诉我们 说欧洲是专制任性的地方 你别觉得你有钱 你就可以买到一切 咱们认为尤其是有钱就能买到服务 欧洲可真不是这样 他那点因为福利制度太好了 所以真的是劳动者的天堂 我上一个小时的班 20欧元 我们卖不卖货 我都是挣20欧元 所以我不卖最好 我就跟这聊天玩 对吧 你来买东西是给我找个事 你明白这意思吧 所以他不愿意你来 对吧 他没有提成 奢侈品 给卖化妆品的 这些可以 为你热情服务都是中国同胞 还有这种小纪念品店 可以 那就是找他自己开的 比如说那种 那种什么卖明信片的 那让他自己的 收不回他自己 那凡是只要他给老板打工的 你别指望他服务态度好 都一张臭脸 是吧 而且呢 欧洲的商店啊 这开门时间 上午10点到12点 两点半开门 开门到6点 中午人在歇 全国认认真真地在睡午觉 是吧 一天就这么几个 四个半五个半小时的时间 就这个就是时间上 而且 开门时间不保证 关门时间必须保证 必须保证 是吧 你刚才我不是说吗 我说他要是自己的店能好一点 也不进咱 我在奥地利临次 就一家古董店 他写的是晚上5点关门 我进去的时候4点40 还有20分钟 搁咱中国人 哎呦 临下班来一主顾 我肯定得背热情 万一卖出去一件了 临关门之前 我就又有收获 那家店 我一进去 说句实在了 你能看得见 这个店主 用仇恨的眼光看着 我该关门了 你来 什么意思 当我下班 是吧 我还得关门 上板 放狗 挡猪 我好多事要干 是吧 我4点50就还干这些事 5点钟 我就准时出门 你现在进来 我又不能把你轰出去 哥了别呢 这么看你 是吧 你就跟朋友说你为他服务 什么你 是吧 我进门主动打招呼了 哈喽 我主动打招呼了 人家点点头 不理你 是吧 然后4点55分 我逛了15分钟 我这时候已经看出来 店主的不耐烦了 我也想赶紧看 有什么东西 是吧 15分钟 我看中了一小东西 90欧元 我在问店主 I have a look 我话还没说完呢 人家店主 We closed 不是 这是 We closed 吓死我了 他回的时候 我就跟那个导游就说 这怎么这样的 欧洲人怎么这样 不是顾客是上帝吗 你干嘛这样 错了 人家是上帝 我自己才是上帝 我今天卖给你这90欧元 我发财了吗 我没卖给你 我破产了吗 时间长的是 我不卖泥 我也可以卖别人 再说我也不缺点钱 房子是我自己的 祖宗传下来的 我不交房租 我也没有人工费 我自己要享受生活 所以在那买东西 就是你得做好这种心理准备 排队是必须的 因为他那算术水平 我告诉你了 然后吃闭门羹是必须的 所以在欧洲 就是购物 真的不是一个特别好的 这种体验 对不起 没有人工费